外海航运首度与Baby Boss合作 在暑假期间推出了航海冒险家的夏令营 今天特别带小朋友到海大超船模拟机教室 学当船长 透过与真正船长生动活泼的互动 了解到当船海家的困难与欢喜 想要当船长首先要不怕晕船 参加航海冒险家夏令营的小朋友 在海大超船模拟机教室内 体验到当船长的困难度 当一个船长的话 就是要不能怕打雷 不能怕狂风暴乱 也不能怕晕船 船长说开船比开车难 因为要会控制船的漂移位置 至少要十年的时间 小朋友学转舵控制方向 每个人收获满满 当船长的时候可以操控每个东西 有点风险 因为要照顾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当船长是一个很冒险的事 我干爹以前是船员 他跟我说他在船上经验 然后我就 我就很想要参加 我就很想要当船长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玩 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透过去外有趣的互动教法 让孩子轻松记住基本的航海术语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活动 让孩子爱海青海 更能有冒险家的精神 勇敢去闯 主要是来讲 让孩子了解船舶架台 是如何运作的 一般船员在当职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 同时基本上认识 架台的一些设备 跟他们的功能 就是带小朋友 除了在babyboss模拟开船之外 能够来到实际的模招船机 让真正有航海20年经验的船长 来带领小朋友如何操船 让他在职业体验方面 有更进阶的学习 然后更拟生的体验 当船长真的不简单 不只学开船 还有到港口看货运吊庄 这一群小小航海王 透过实际体验追逐梦想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